当地时间5号晚 习近平离开南非约翰内斯堡 启程回国 离开时 南非外长马沙巴内等政府高级官员 到机场送行 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 乍德总统戴比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 利比里亚总统瑟里夫 贝宁总统亚依 毛利塔尼亚总统阿奇兹 习近平首先表示 今天是曼德拉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 在我们集聚一堂 共商中非关系发展大计的时刻 我们深切缅怀曼德拉先生 曼德拉先生是伟大的政治家 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他 为中非关系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 我们聚首约翰内斯堡 共序中非友谊 围绕中非携手并进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一主题 对中非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进行了